最近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受到国际的关注 原因就在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如今面临经济成长持续放缓的压力 尽管国际社会再度呼吁北京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 不过面对最新的下滑数据 已经有专家质疑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失去对经济的掌控 今天的财经新闻我们带您关心 中国经济所正在面临的危机 面对中国经济成长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的企业领袖高峰会上表示忧心 他说中国经济成长有下滑压力 胡锦涛会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从一组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来看 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.9% 低于7月的9.2% 而且这是2009年5月以来的最慢增速 另外8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3.5% 这可是34个月来的新低 面对中国工业生产步伐 8月份继续放缓 有媒体认为这一组新的数据令人担忧 而且迹象已经表明通货膨胀开始加剧 美国媒体CNN更在节目中特别邀请专家解读此刻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从英国的金融时报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CNN等都维闻评论 甚至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放缓将危及美国的经济增长 究竟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除了带来通膨危机 还将多大程度的影响全球经济 与中国有伙伴关系的国际企业体 如今可是绷紧神经 谨慎观察 新谈谈事正理报道